说到这个加税公园 它里面是藏着好多精彩的社团 不管是平日或者是周末 都吸引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这里 唱唱歌啊 打倒羽毛球 尤其是加税公园里面得天独厚的环境 更是让来过的人深深爱上 新北市羽球推广协会的成员们 在加税公园内开心打着球 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自然美景 不但茂密的树木提供了自然遮光的效果 还有凉爽的温度和芬多精 这些大自然给的礼物 得天独厚的羽毛球场 也因此成了羽球成员们的最爱 我们早上打球的话 一般是工作的话 我们是从六点开始打 然后上班的人他就会打 我们会让他先打 然后他们下班就 他们上班就去上班这样 那大家一起打球觉得 我们打球我们这个会是非常的融洁啦 也非常的大家都很愉快 打球很愉快 我来这边已经十年也是这样 就是来打球是享受 然后喷多筋 然后身体健康这样 随着轻快的音乐跳起有节奏的舞蹈 他们是中和体育会歌唱舞蹈委员会的成员 每周固定的时间 成员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不但让现代人能够增加运动量 也鼓励志同道合的民众走出家门 练习有兴趣的才艺 我们在十七年在这边生存十七年 我们这边都是做的都是运动舞蹈 大家可以有空到环山去游游 瞬间有时间的数我在这边 我们礼拜天才有 我们是从九点到十一点 十一点之后中间 我们是大家来唱歌 大家来跳舞 每个礼拜都有 我们这边的优点 我们是嘉年分会 我是李妹会长 就是要一些退休的哥哥姐姐 哥哥哥姐姐 然后那个大哥哥 就是让给他们来这边的活动 有一点就是来运动 早上十八点到中午的十一点 我们就结束 大家练习都怎么样 会很难练吗 大家练习是还好啦 因为大家说真的啦 年轻到现在他们都有一点基础了 大家都玩得蛮高兴的 就是说大家退休没地方跑 就是来这边 来这个公园运动这样子 嘉岁公园占地广大 因此更能容纳不同的团体 在这里练习才艺和运动 也成了嘉岁公园的独特风貌 中家新北新闻 综合采访报导